Ease You Tune 歡迎收看你的劉威視頻 今天我們來講一講 ECU Tune 當然講 ECU Tune 我們會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代理的 GIEC 那我要講回到 蠻久以前 早在1999年 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接觸到 GIEC 那當時在那個年代呢 其實在1999年的時候 那個年代呢 其實 ECU Tune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很盛心 而且還有很多人沒有聽過 基本上有的時候 ECU Tune沒有辦法DIY 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們幫客人去做 Tune的動作 都可能要把電腦寄回去 給 ECU Tune的公司 因為呢 我們那時候在1999年最多改電腦的時代 其實是在Honda 那時候我們在美國 在加拿大的時候呢 最盛行的時候 當然1999年的時候 就是雙凸的引擎 1600cc 1800cc的雙凸引擎 可以炸到200多匹 當時呢 真的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啊 Honda車在路上 我們這些小鋼炮 比如說像 我們歐系車的325啊 318啊 或是福士的2000啊 都有時候看到這些Honda車子 都會覺得說 應該是沒有什麼勝算 在當年啦 1999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接觸到GIAC了 因為日本車 我們可能要寄回去 日本啦 五線啦 APEX 一些日本改裝廠啦 然後再寄回來 再插上車 然後我在網路上 無意在那時候網路上 看到GIAC這個品牌 我們也接觸到了 那當時呢 歐系車也沒有什麼渦輪車 因為1999年呢 不是VR6 就是2000 1600 渦輪車呢 是在1999年剛好他們 Mk4 Golf GTI 出了1.8T 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 接觸到軟體 然後也接觸到 歐系車改裝的樂趣 就是從Mk4 1.8T開始 這台車子原廠150匹 改了硬體 進氣 innercooler 排氣管 該有東西弄一弄 還有那個氣流壓力調整法 那當時是蠻簡單的東西 也不像現在的 因為比較機械式 改完軟體 既然可以從150匹 變到180 或甚至到200匹 這在當時呢 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後呢 我們又可以DIY GIAC把軟體寄給我們 我們把它灌到一個晶片裡面 再把原廠的晶片拿起來 再把GH晶片焊到電腦上 插到電腦發動 客人就突然從150匹 變到200匹耶 在1999年 你想一想看 在二十幾 二十一年前的事情 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也很好玩 那當然那時候 我們有一些underground racing 比如說 晚上大家三五好友 或是一些地方 像我們去到很遠的地方 比較工業區 因為美國工業區跟住宅區 是分得很明顯的 工業區的地方 我們就會有一些 直線加速的 一些私底下的比賽 當時其實沒有什麼歐系車去 通常都是WRX EVO 或是一些日系品牌的車子 因為那時候 日系品牌改裝的 歐系基本上都以外觀為主 那我們呢 那時候接觸到以後 有三五好友 開了幾台GTI 想說 沒關係 改完至少要試試嘛 那我們就過去試了 既然我們可以贏一些 比較重度改裝的Honda 自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 East You Tuning 很好玩 很奇妙 想要深度了解 所以呢 我就 當時就 飛到美國去 看了GIC的總部 跟他們更了解 那GIC那時候飛過去的時候呢 他們總部呢 就已經有馬力測試機了 當時 在1999看到馬力測試機 是覺得 哇 你們有這麼一個東西 那 原來馬力測試機是可以 怎麼樣幫助 在East You Tuning裡面 因為你可以不用在路上 因為以前我們在 小微調像 電腦的時候 那時候日系車 我們也可以調節功能的電話 用外掛式的方式 我們都要在路上拚命 那時候他們就可以在馬力上 呃 八個小時 你拉幾次 可以注意 不用注意那種道路安全這樣子 然後呢 跟了Garrett Garrett就是 GIC的老闆 認識後 他有講過他在調軟體的主使 就是說 第一就是說 他當然要有馬力拉 要有動力 然後呢 第二點他就是說 怎麼在動力 跟路上的協調 達到平衡 所以又有動力 在路上又好開 所以比這男生 有點像 從小係係數 變到大係係數的NA車 比較不會有那種 很狂暴 沒辦法 操控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線性 第三 又要維持 耐用度 所以這是他三個 所以聽了以後 我就很放心 原來他是這麼的 專心在他的 不是只是光馬力而已 他也兼顧到耐用性 跟協調性 再來就是說 他也跟我講說 Garrett呢 厲害 是厲害他說 他跟當時 在一直到現在也是 他不是只是 調工有點火 這麼簡單而已 在當時呢 他們已經厲害到 他們其實是可以做到 Coding的動作 比如說到現在 以前像 他那時候 在開接他的時候 他是有一點像 雖然是電子噴射 可是電子噴射的電腦 他裡面是沒有所謂的 RPM的訊號 他是靠壓力去公有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 公有不夠細密 所以他跟我講 他自己寫了一套軟體 進去到ECU裡面 讓ECU可以知道 他有RPM這個東西 就是引擎轉速 當時是很厲害的 所以呢 他的辦公室裡面 有一個雜誌 當下呢 那一期呢 他有跟 Belgate 一起 在這個雜誌出現過 就是Garrett GIC的老闆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很厲害的鬼才 他頭腦裡面 講到RPM呢 也可以講回到我們現在 最多人改的VH系列 現在很多VH系列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引擎電腦 原本呢 他最高的壓力值呢 只到1.5bar而已 其實1.5bar以上 是空白的 那 以GIC來說的話呢 他有辦法就是 再寫入coding 進去到這個電腦裡面 可以讓他看到1.5bar 1.6 1.7 1.8 1.9 2.0 甚至到2.58 所以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可以調的比較細緻 他們是1996年成立的 到現在已經24 25年了 我們跟他在1999年就配合 雖然那麼早期 到現在 我們已經跟他配合差不多 二十幾年了 基本上 我們對他的信心度 已經是百分之百 因為他沒有給我很大的 所謂的 因為軟體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些問題 或是客人的一些回饋是不好的 都是穩定 有些車子到現在已經六七年了 還是在路上啊 沒有問題 所以這支就已經驗證到 他所謂的那三輛 他最想要動力協調 跟怎麼樣去耐用這樣子 那我們近幾年過去的時候 他們過去的時候 GIC呢 更厲害的就是說 他在VHC裡面 其實已經很有名了 這兩年我過去 他們現在其實在美國 在寶石街的軟體方面呢 是基本上是數一數二的 因為呢 在新的寶石街的軟體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軟體上 是沒有辦法寫入的 他們通常都是第一家可以寫入的 他們也跟 美國的一家很大間的 寶石街原廠經銷商 叫Champing Motorsport 配合 那在美國 如果是在Champing Motorsport 寫的GIC 是受到原廠保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GIC的軟體是這麼的被 受信任的 因為呢 他真的是穩定 他也會給你 應該有的馬力 再來他有監力用到 耐用度 然後呢 我們也有分Stage 所以說呢 如果你今天在考慮 寫軟體的時候 哇那大家在講說 到底Stage 1 Stage 2 Stage 3 Stage 3 到底是在什麼 在講什麼 我大概跟 以GIC來說 我們大概跟介紹一下 就是說 Stage 1 就是輕度的軟體 寫入 就比如說 你只是換個進氣啦 然後呢 想要提升一下馬力啦 排氣管還沒換 未來可能會換的話 進氣內不換 那Stage 1 軟體其實 是蠻適合你的 Stage 2 基本上就是 硬體 都要少 然後呢 比如說 像 Inner Cooler 啦 水箱啦 進排氣啦 Done Pipe 這些都要上才可以到Stage 2 那Stage 3呢 就是比較有一點重度改裝 Stage 3 通常都有動到原廠渦輪 才會是所謂的Stage 3 那我們今天講Stage 3 Stage 4的時候呢 我們今天先跳過 我們下一集再來講 我們再跳回來Stage 1 因為這是大眾比較多人要的 其實Stage 1來講 以GIC來講 基本上都可以提升 30%到40%以上 然後如果以2000cc來講 以GTI來講 如果Stage 2來說的話 硬體全上 不換渦輪當下 我們會提升101匹 以軟體降下來 這蠻厲害的 那我們話不多說啦 我們先把 我們的長期追蹤這台車子 我們大概知道 之前有拉過馬力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把它寫入軟體 然後馬上上馬力機 來驗證一下 我們寫馬力之前之後 到底是提升多少 我們現在正在寫入這台Golf 1.4 TSI Variant的軟體 那GIC是以OBT2寫入 所以不用開板 直接插OBT2就好 所以如果你是1.4的車主 因為1.4分很多車型 不是只是GoFair一樣 1.4 EA211的車主 如果你有在考慮軟體的話 不如可以參考我們GIC的軟體喔 1.4 2.1 之後呢 心裡都會蠻緊張的 因為Moment of Truth 事實的見證 OK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當初我們這台車在馬力機上 我們調的紀錄出來是155匹 寫完GI7 Stage 1以後 拉出來的馬力是181匹 所以加了快要27匹的馬力 我們直接這樣子測試 那扭力呢 原廠是 扭力加了4.7公斤 所以這個幅度真的是有感的提升了啦 一樣的 如果你今天是1.4T 然後呢 你再選擇軟體的話 不妨參考一下我們GI7的軟體 我們一樣是最公開最透明的 馬上測試給大家看 之前之後有什麼效果 我試車一下 試車一下 試車一下 起步就有感覺了 好 嘿嘿嘿嘿嘿噢 亮防滑 在我記憶裡面這台車之前 很像沒有亮過防滑耶 現在這樣子亮 算了覺得不錯 這台車真的輕吹很多啦 就是在市區開 沒關係不管怎麼樣 一樣你也覺得我們是老王買瓜 如果你今天是1.4的車主 你在考慮想要寫軟體的話 我們也可以安排試乘給你 這台車都會在我們店裡 打通電話來約一下 就帶你出去看看看看 試開看看 感受一下跟你的車原廠有什麼不一樣 真的我這樣子弄完以後 我越來越愛這台車了